在今天2月27日朝美领导人第二次会议 于今天和明天两天内举行 这也就是今天节目中的主要内容之一 我们现在向您报道详细的内容 在朝美领导人第二次会晤的第一个工作日 于前半个小时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劳动党委员长 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 在河内进行第一次一对一的会谈 这是世界舆论特别贯注的事件 据我们刚收到的消息 今天27日晚上6时30分 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主席 在河内索菲特传奇大度会酒店 进行20分钟一对一会谈 然后共进晚餐 晚餐时将持续略长于一个半小时 陪同美方领导有国务卿蓬佩奥 白宫署理幕僚长马尔瓦尼 陪同金正恩主席有两位助理 据白宫通路 两位首脑于28日将再度会晤 预计这次会晤将就实现朝的险半岛 完全无核化的具体措施 尽美方犯宽制裁和改善双边关系的相关措施 进行讨论 各位观众们刚看到 朝美两国领导人在河内会晤的历史性时刻 那么在朝美领导人第二次会晤的第一个工作日 首都河内的气氛如何呢 请您跟本台记者一起来了解 今天27号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主席 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第二次会晤的第一个工作日 为了保障此次会晤绝对安全举行 从昨天河内市多条街道已经开始实施交通管制 限制车辆 在会晤地点周围采取最高级别措施 进行安保工作 今天河内市多条重要的街道实施临时封闭 为了确保绝对安全 警方调动力量在各条街道上值班 虽然这种情况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 但是对河内市民来说 这并不是很大的问题 安全问题得以确保 多条街道封闭了进不去 但对我们生意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 街道上处处我都看到新华国旗很漂亮 这是历史性的射箭 以县越南人民可望和平 在接下来几天 多条街道仍然实施交通管制 一切是为了确保朝美领导人第二次会晤 安全成功举行 据尔曼本台记者所了解 国际专家学者期望 朝美领导人第二次会晤将取得切实进展 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 促进半岛和平 他们还就此次会晤的结果提出预测 详细情况请来看报道 就此次峰会的结果提出预测并非一事 不过朝美双方提出联合声明 据此战争结束 朝鲜放弃核武器计划 美国从韩国撤军 朝鲜半岛实现完全无核化 是大家希望看到的结果 我认为朝美领导人会晤会取得成功 双方会发出关于朝鲜半岛和平的声明 是完全可行的 会晤中双方很有可能会涉及互设班次出一事 或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中的热干环节 美国正对朝鲜实施一些制裁措施 我们正在怀疑 会晤时朝鲜会不会在核武器计划的 相关问题上做些让步 为了让美国同意 解除对朝鲜的一部分制裁 到时候朝鲜经济发展会更受关注了 期望会晤结束后 双方会提出无核化和继续对话的承诺 我想无论如何之后 双方很有可能会互设班次出 互设班次出 就是现在大家关注的一个是美国跟朝鲜的正式建交的问题 还有美国撤销在对朝鲜制裁 各位观众几十年前越南已参加在瑞士日内瓦和法国首都巴黎举行的和平谈判 现在越南首都河内已成为朝美领导人第二次会晤 等国际许多重要事件的举办目的地 其体现着河内和平之城的地位 越南的民族爱国精神 政治稳定和绝对安全 有助于为世界和地区创造和平 查克塞西是曾经在越南参战的美国情报军 被战争的残酷所困扰 1995年 越南和美国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之后 他再次来到越南 为美国退伍军人做搜查 排雷和帮助成毒际受害者等项目 这片和平置地是他留在越南24年的原因 越南人有一种特殊的能力 能够调和并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越南人对保护国家的独立和领土主权 而一勇牺牲的人铭刻在心 面向未来 这是世界各国要向越南学习借鉴的正规价值 朝鲜半岛的和平是世界所期待的 观察家说 越南是朝美领导人第二次会晤谈判的特殊最怕季 每一方都非常期待 越南成为和平创造者 也就是说能让正在发生冲突分歧的国家 可以互相了解对方 越南曾经处在战争时期 并成功取得和平胜利 所以我们比谁都了解和平的价值 越南是安全的地方 也从此说来 在过去有一项关于结束战争取得和平的日内瓦巴黎协定 那么现在的情况 我们将有一项关于朝鲜半岛结束战争 设立和平的河内宣言 其可能性很大 朝美领导人第一次会晤 于2018年6月份在新鲜坡举行 双方未达成具体的协议 只有一份良和声明 那么在河内举行的第二次会晤上 美国和朝鲜领导人将取得什么样的谈判进步 我认为本次会议的成功是双方愉快的握手 并承诺继续举行部长副部长级和专家的讨论 河内已创造出友好环境 点燃了谈判火焰 凭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朝鲜半岛在东亚地区 乃至亚太平洋地区的和平气氛 这算是一种成功了吧 越南的象征 都有高度的和平和解的渴望 越南不仅是举行朝美历史性会议的地方 越南也是双方抛开过去 克服奋起面向未来的动力 可以说朝美领导人第二次会晤的举行 是越南把风土人情至美和长期以来所取得的丰富成就 推介给国际友人的好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 河内市民以不同的方式 为河内树立好客之多的形象 这些日子 这家店一直门庭弱势 顾鹤主要来买 印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肖像 以及朝美越三国国旗的滴血 但这似乎才是诸多顾鹤今天的主要原因 你看起来很像越南人了 从来卖地屑 我们还把越南国旗送给顾鹤 当作纪念品 让他们对河内和越南有点好印象 河内市民很好客 可爱可亲 总是笑容满面 我喜欢这里 在河内市中心某家茶馆 国内外媒体记者 从白天到黑夜跑新闻 经常手站在这儿 茶馆老板随时都乐意给他们服务 我尽量帮他们快速缓解工作疲劳 人一进来就摆好椅子 杯好茶水 一点小事未不足道 河内市地盘上 不少餐厅和咖啡馆表示 将给外国记者和朝美随团人士免费服务 国际游客对河内这一阵子的场景表示惊叹不已 河内是座位和平城市 但在这儿总有舒适安逸的感觉 市民很善良好客 我希望朝美领导人会晤结束后 双方会发表和平声明 朝鲜战争会结束 居住在环境湖畔地区的家家户户都用鲜花把阳台装饰好 一些外国记者已拍照发圈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英国路透社等记者发一些河内面包 至于坏时拍照片 香港南华早报某位记者发圈称 据悉转川湖总理下达指导意见 要求有关单位邀请在新闻中心作业的所有媒体记者 品尝 春卷 河粉 糯米饭 烤肉等越南美食 各位观众 有关朝美领导人第二次会晤的最新消息 专家对其做出的分析与评论 以及会晤期间的相关活动 我们将在下次节目继续向您报道